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12点一到大五轮沙滩出入口 封锁线正式打开 游客络绎不绝 迫不及待准备到沙滩细水 昨天就先从南投上来到台北 然后今天再回到 再到那个基隆这边 所以安排早上就是要来万木山 对 我们七八点就出发 过来这边 这一群从南投来的游客 总计18人 成了沙滩开放后首批的客人 为了确保这是安全 永聚福聚通通带好带满 那个救生艇之类的啊 然后封锁线好像也拉进来一点 对 比较好 你觉得比较好吗 沙滩开放后 海面上多了一艘动力救生艇 而岸上救生员不断的广播 提醒游客不要超过警戒线 现场游客请注意 现场游客请注意 从今日起游客禁止出红色警戒线 就是有浪的时候满潮有浪或是 或是刚满潮要退潮的时候 那个拉力最大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看潮戏啊 我们大概注意到哪个时段 对 像今天满潮就12点半嘛 等一下会最满嘛 最满的时候刚开始退的时候就有拉力了 对 他退到快最顶的时候拉力最强 同样封闭一周的金融潮进潜水区 终于开放 潜水客一早就准备装备下海 很开心啊 所以马上就来了 大概七点又出门 今天大概五点五点半吧 市政府消防局惩发处相关单位进驻现场 消防局派出了三艘机动的橡皮艇借户 现场实施水域预警机制 将随时观测海域状况 今天有派遣三艘船艇 然后每艘船艇上有一位超船首 跟两位潜水人员 那总共就是九个人 那其中两艘是由我们水上救生协会的 那个志工来支援 那一艘就由我们消防局的人员来来支援 消防局出动空拍机进行监测 岸上将安排人力 针对水域环境说明 潮汐时间等安全事项 向游客加强宣导 所以未来我们其实潮汐队未来会 会实施这个潜水证照制度 必须要有进阶的潜水证照 才能来这个区域来潜水 所以要有潜水证照 而且自己的装备一定要足备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形地貌 就是要清楚地知道 这里哪些有比较出现按钮的地方 哪些是容易有踢到珊瑚的地方 就是我们来潜水的时候 也注意生态跟地形的环境 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 那再来就是潜伴制度 就是刚刚讲的时候 潜伴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状况 我们要互相注意 潜伴目前的状态 是不是有落单 或者是它有出现什么状况 可以互相照应 大五轮沙滩和潮进公园 重新开放 政府透过程程的安全措施 希望避免汗事再发生 记者黄绍民进入报道 稍微注意一下 针对大五轮沙滩与潮进公园潜水区 8月21号起重新开放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协同产发处 官销处跟消防局 共同召开记者会 说明市府在强化水上油气安全的新规定 大五轮沙滩方面 新设的警示线向岸边拉近35米之外 也加强海上警戒救生人力 增加了这个人力的部分 我们过往部分是在岸边 平日会有两名的救生人员 那假日会有四名的救生人员的一个配置 那这一次的作为的话 我们是增加在海上 增加了一艘动力救生艇 还有两位的救生员 在岸边以及在水面上来进行双重的一个警戒 提醒民众来注意危险的海域 加强自身的安全 还有掌握呢 这个救援的资源 那在大五轮沙滩的开放时间 我们也是配合水上执行的这个时间 是在平日的12点 那假日的话呢 是在10点来进行开放 那在关闭的部分呢 是在晚间的6点来进行关闭的动作 那并且呢 我们也会希望说 我们也会希望说 请大五轮这个沙滩主管机关的北关处 设置安全的提醒告示牌 以及呢救生圈 那我们市府呢 也会持续的来协助北关处 提升呢 安全的警示 还有油气的一个品质 那针对这次事件呢 市府也加强现场的防御的措施 包括我们刚刚有特别介绍的 把这个民众的警示线 这个缩短到安全的警示的范围 那我们在救生员的部分 也加强了人力跟现场的监控 那最主要是说 我们呼吁民众 在下水之前还是要 这个评估自身的状况 那特别是海巷跟海流 那我们现场有增设 在各出入口的增设新的 加强的告示牌 包括离暗流 还有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 特别是在这个 非救生员执勤的时间 这个尽量就不要下水 未开放时间跟 我们在这个 违反我们公告 现场公告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会依照发展官方条例 来采除 就是你们也是要多注意 我们一定就是装备都要检查 另外在潮进公园潜水区 除了在下水的入口处 强化提醒跟宣导 也设置五颗戒标符球 提醒潜水细水的民众 不要越界 避免触法 不一样的部分就是 我们很明确的在海上 标示了戒标 就是保育区的一个戒标 所以我们现在海面上 会有五颗标示了五颗 海上的戒标符球 那不管是潜水客 或者是自由潜水客 它可以很明显的确定 这个海域的范围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执勤的救生艇 会在保育区的外侧 去做一个接护或巡顾 机动性来调整 不管是潜水也好 自由潜水 Scoop Diver 或者是SUP 等等的肤浅的行为 一定要遵守我们现场的 工作人员的一个宣导 还有我们警戒球 拉绳的一个作为 我们警戒球现场 有五颗警戒球 那五颗警戒球内 往海岸这边都是属于 非常安全的一个范围 请民众在公告的开放时间 也就是四月到十月底 这段时间来游玩 但是记得早上七点 到晚上的六点 那这段期间以外 如果你来的话 是会被罚钱的 依照观光自治条例的话 第六四条 可以罚一万到五万块 所以请民众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 来细水游玩 那刚刚讲到的 警戒球的部分 五颗扶修内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设置在 五颗扶修外 有两个所谓的警戒球 在警戒球两颗 出去外面就已经要到航道了 那依照 预约法的相关处理条例 二十条 可以被罚到五万 更正 十万到五十万 因为你已经误闯航道 会影响船只的进入 那当然自身的危险 也非常的高 所以现场必须要听 从我们工作人员 还有救生艇的消防人员 来的指示 市府强调 道伦沙滩平日中午十二点 假日上午十点开放 晚上六点关闭 潮进公园潜水区 则是公告开放期间内的 上午七点开放 也是晚上六点关闭 呼吁民众加强配合 维护自身的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每年开学前 基隆市昭阳爱新社 都会特别办理 疾难个案 子女助学金 注册金发放活动 针对弱势及清韩 国中高中 以及大专学子 每人五千元的助学金 希望帮助学子们 能够顺利注册 安心念书 就是学生们 不关于 初中 初中 也就好 我们都 爱新社都交通 利用失败 赵阳爱新社 帮助弱势家庭和学子 持续顺利求学 也让身为社员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前往关心的 市议员韩世玉 和国民党立委参选的 林沛祥市议员服务处人员 都感到非常欣慰 之前发放 我想在这边 我们也呼吁 更多的爱新人士 能够共同的加入 我们赵阳爱新社 那同时也起敏 这些受证的这些子女 将来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能够贡献 给我们社会 然后加入爱新 再要赵阳爱新社 然后大家一起来发挥 我们这个赵阳的爱新 在此赵阳的深深的感谢 我们赵阳爱新社 多年来呢 一起呢 关心我们各个专门的公司 那市议员在此也希望呢 我们市政府 以及基隆市议员 未来呢 一起努力 让我们更多呢 是要帮助的人 回到我们的救助 以及公开 社会上的贡献量多 大丹花 所以这样的赵阳 非常感谢我们 海洋爱新社 那市议员林佩祥 也非常关心这个社团 这个对社会上的贡献 非常的贡献 这次开学前受贿的学生 总共有37位 每人5000元 总共发出18万多元左右的助学金 记者吴俊松 基东报导 在基东市中山区 中山四路189号前方 物流公司在货运尖峰时间 经常有出路货车排队造成堵塞 基东市议员宋伟丽 特地和中山区公所 基隆港务分公司 以及当地里长和警察局 相关单位一起会刊 希望透过标线标志的增设 来改善问题 是因为每次到接关日的时候 整个车回鼓 回鼓到我们泰海里的民众 以及路过的民众 无法顺畅的通行 除了这之外 最主要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标志标签不明显 也没有设立的标志标签 所以你自己的 这个 你拿起的写法最当性 就没有什么最当性 所以说 希望说标志标签得很真实 对于民间私人公司 对于道路的使用 跟百姓的安全 能做到自重 然后把完民运运前 那个道路使用 谢谢 由于这个路段交通动线非常复杂 交通量又大 宋伟丽希望相关单位尽快沟通好 进行交通改善措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对手进三分球没关系 这边同样来一颗三分 欢迎颜色 这里是基隆市新公园杯篮球锦标赛现场 在新冠疫情解封后 有数十年历史 基隆知名的社会篮球比赛重回主场 中正公园篮球场举办 吸引了44队报名参赛 各队实力相当战况激烈 包含青少年组在内 120场赛事中有16场胜负在2分内 更有12场进入延长赛 让一旁观赛的民众也看得热血沸腾 连最近超夯的三道猴子 都成了激励场上选手的口号 三道猴子双枪 运行三连终于告一个段落 我们把公园杯的球赛 运到我们的主球场来比赛 球场的气温热闹飞 总计有社会组 篮子组 44队参加 82场赛事 连同青少年组 总计120场的奥赛 各队实力都很惊狠 所以延长赛 既有12场 胜负差距2分之内 共有16场之多 逐渐比赛的纪念 历经一个月的比赛 最后由新车空间拿下 色蓝A组的冠军 色蓝B组则由鸿韵 以一分之差 立刻外幕山获得第一名 另外色蓝机关组 色蓝壮年组 及青少年男子组冠军 也分别出炉 主办了 基隆市社会篮球协会理事长 李光华希望 紧述回到过去 超过50队参赛的盛况 在今年10月 紫然垃圾赛 将在基隆开打时 也能透过社会篮球 赛事的持续举办 让爱打篮球的基隆 有切磋球技的舞台发挥 记者张琪腾 基隆报导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先生你叫停車違規喔 車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盆栽 機車 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 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遠離車輛 安全處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任意穿越車道 遵守號制 綠燈秒數足夠 再過馬路 酸心過馬路 不滑手機 行進路口 停讓行人 無號制路口 遵守停讓 至路口中心點 再轉彎 避免死腳 車輛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 基隆是個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甄選及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甄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你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 基隆屬於基隆的友愛城市 充滿愛 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請請下活動官網 當科學家 文學家 還是藝術家 都不如有一個自己的家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耀 其實你們正在為彼此互相照亮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過去無論你有局沒局 在社會住宅裡 人氣廣步都能再開心去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內政部長林友昌 中產以下房財族支持專案 從6月1號開始開放線上申請 手續剪片 免付證明文件 只要輸入借款人的基本資料 就能夠完成申請 通過申請者 單萬元的支持金 直接入帳 符合資格的你 記得趕快來申請 有任何問題 歡迎撥打諮詢專線 02-2162-1239 吉隆壽司祭活動 串聯在地壽司職人 舉辦票選活動 希望能讓全台各地的遊客 發現基隆壽司的魅力 3 2 1 吉隆壽司祭 正式啟發 掌聲鼓 2023 吉隆壽司祭宣傳記者會啟動儀式 吉隆市長謝國良攜手吉隆區與會理事長 簡建輝和市議員何淑彬等閨賓一同出席 邀全國各地民眾一起來吉隆吃壽司 那我覺得壽司在全世界的辨識度都很高 在基隆我已經看到很多的職人 做的都是非常精緻的壽司 所以我覺得我要做的主要就是 把這個事實能夠推廣出去 然後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原來基隆有這麼多好的精緻的壽司餐廳 可以來享用 所以未來我們除了辦活動以外 我們也會有十字的產業補助計劃 讓這些職人壽司更多的能夠在基隆 發揮它的特色 服務來到基隆遊玩的國內及國外的觀光領域 記者會現場有多位在地的議員 跟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沛祥議員等貴賓代表 來見證活動起跑 共有31間在地知名壽司 以及連鎖店家代表 都到現場支持活動 熱烈來響應基隆壽司祭 來基隆吃壽司 我跟蔣萬安市長有聊到我們的活動 可不可以再跟我們透露多一點細節 當然具體還是要看萬安市長的時間 我大概前兩天有打給他 然後有跟他說 我們基隆現在有這樣的活動 那我知道他台北以前我也是他牛肉麵節的一個常客 那我希望說他有機會能夠來這個品嘗看看 那他有允諾說他看一下時間 假如時間允許的話他會考慮過來這樣 市政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代理處長林文榮也說明 歡迎民眾到壽司店消費參加票選活動 參加民眾還有機會帶走iPhone14 50寸液金電視等大獎 希望能讓更多熱愛美食的人知道 基隆特有的海味文化 帶動來基隆吃壽司的旅遊風潮 詳細的基隆壽司祭票選活動 可到活動官網或基隆旅遊網查詢 記者李亮傑 陳淑萍 黃日生 基隆報導 壽司救護節 丟丟 基隆市政府舉辦第一屆基隆壽司祭票選活動 這樣的構想獲得在地壽司業者的肯定 有啊 我覺得這樣促進基隆壽司的觀光還不錯 然後基隆最鮮的這種魚 都可以滴手到我們大家顧客胃口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對啊 謝謝 那要不要推薦一下基隆的壽司 有 可以推薦 呃 站前壽司在山坑在地的 呃 小店 但是我們是主打便宜 然後大家通清楚上班 上班時間上班要外帶都可以來這邊吃 呃 我是龍基壽司 但我現在就是因為旁邊在施工 所以六日才有開 對 就是如果要來的話的話 就盡量六日來 然後在那個魚市場那一條的第一間店 就是龍基壽司 那我覺得基隆的話 其實它的海產鏈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 那當然我們 迴轉壽司業者希望未來也可以跟當 我們的海產的業者可以做一些結合之外 呃 其實我們到這邊來進駐 也是希望可以再多造就一些當地的就業機會 那在呃 我想跟在地的業者一定也是一個相輔相成的呃 彼此都可以呃 互相襯托的一個存在 除了基隆是新鮮魚貨產地 壽司業者說 目前郵輪富航 基隆觀光潛力無窮 最近進駐基隆舊火車站來開店 希望推廣多元的壽司美食 其實基隆就是一個還蠻具有魅力的一個城市 那它這邊就是也有郵輪 有外國的遊客 那國內的遊客也常常會來這邊 呃 其實因為壽司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在國際間 呃 像美國啊 或者是其他的 呃 歐洲國家 其實也還蠻多人都很喜歡吃壽司的 那呃 呃 其實壽司這個東西就是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接受 那在那個 呃 做法來說的話 大家也有很多很多的創意的做法 那像我們家的話就是不只壽司 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副餐的Menu 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歡 業者表示 樂見市政府推廣壽司美食 希望市府與民間攜手 促進產業發展 也增加更多的在地就業機會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李亮傑 基隆報導 畫面上是來自全國多個縣市 45支隊伍的柔力球選手 齊聚在基隆體育館以舞會友 這是由台灣體育總會跟基隆市體育會共同舉辦的 112年全國柔力球錦標賽 基隆市政府也全力支持 市長謝國良特別感謝體育會理事長鄭景舟 多次爭取全國性體育活動在基隆舉辦 帶動全民運動風氣 我們每一個體育活動都幾千人 這個要感謝基隆市裡面好多的貴人 尤其我們市長 最我們除了最大力的是 全國里市長 鄭里市長 他不是出錢出力 我剛才講他很努力全心投入 關心又用心 希望這個體育活動會帶給大家快樂又健康 我們因為鄭景舟理事長在體育界 在全台灣都非常的認真賣力 那也爭取了很多 幾乎全國性的規模的活動 來到基隆舉辦 所以基隆在體育界方面 其實是擁有全國性的一個相關的地位 那我們覺得非常感謝以外 我們市政府也會支持更多的體育活動 體育賽事在基隆舉辦 非常謝謝我們汪女市長 他第一班從左營六年多桿來這裡 給我們開幕 也非常謝謝他出錢出力 而且很多大的活動都辦在基隆 對基隆愛菜 所以這地方我們多運動身體會健康 非常謝謝汪女市長 對基隆體育的支持 也非常謝謝我們 謝國兩次黨 對體育的支持與愛護 活動現場貴賓雲集 多位市議員也來到現場為選手加油 包括前議長宋偉立議員 市議員何淑平 市議員施偉政 市議員韓世鈺 市議員陳怡 以及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沛翔 都到場共襄盛舉 做樓立球運動的好朋友其實很多 會想在這邊祝福大家今天能夠 活動順利圓滿成功 還在比賽好神奇之外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謝謝 很開心喔 每年我們都要齊聚在這邊 全國樓立球的這一個 交流的一個活動 在今天一起舉行 然後文廷在這邊祝福大家 越運動越健康 緊接著市長謝國良也親自來到 舉辦活力健康舞警標賽的 建德國中現場 與大家一起跳帶動唱 市長謝國良也肯定各隊伍選手 藉由跳舞保持運動的好習慣 也透過運動結交好朋友 享受健康人生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是蔡曉君 她會 蘇曉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进满了 那就随便进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均车停泛合法骑游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几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落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